恭喜顺莎再获三大喜讯 顺莎不仅获得了中国体育的十大人物这样的一个奖励 而且她在过去七百多天的外战比赛当中全部都取胜了 而且现在的顺莎她还破格被中国的名牌大学给录取了 莎莎今年的比赛纳争太精彩了 现在获得的勇誉跟喜讯都是比较多的 那么王楠跟刘国良也是做出了对莎莎的点评 很感人很真实 大家是否支持顺莎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重点分析到顺莎 顺莎她今年最精彩的比赛 相信就是奥运会的比赛 还有视频赛以及WTT世界杯的决赛了 要说顺莎她在奥运会的比赛为何这么精彩呢 莎莎不是说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女当冠军吗 女当冠军是陈梦啊 那么为何顺莎她受到的关注度却反而更高呢 其实大家要了解到 顺莎在东京奥运会她的功劳是非常巨大的 女子当打比赛 哪怕说顺莎没有读挂冠军是陈梦 但是顺莎她起到了很关键的扫雷作用 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伊藤美成也好 面对国外很厉害的选手也好 顺莎凭借一个人的当打能力 那真的是发挥很精彩 接连4比0淘汰了日本乒乓球队的伊藤美成 而且在外战的比赛当中 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比赛 那今年的比赛顺莎真的做得很到位 她把刘国良把国平教练组安排给她的任务 圆满达成全部的王神 做得很到位 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 莎莎也携手了陈梦跟王曼玉 共同获得了女团比赛的冠军 看得出来现在的顺莎那真的是可喜可贺 所以说她的功劳很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顺莎就被评为了本年度最佳的十大体育的人物 顺莎拿这个奖励 那真的是实至名归的 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所以说呢 无论顺莎也好 王曼玉也好 他们都是很有当当的 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 帮助咱们国平队伍拿到比赛的冠军 帮助咱们在领奖台上 捧起这个奖杯 冠军的奖杯 然后呢 唱响咱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的 那才算是完美的达成的任务 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现在的顺莎呢 冠军拿到了 而且呢 拼搏精神也有 帮助咱们国平扛起了重任 所以说呢 顺莎莎获得了十大体育人物 而且过去呢 793天的时间 顺莎 外战的比赛 没有输过任何一场 防止面对国外的选手呢 莎莎全部都赢了下来 所以说呢 顺莎啊 她的外战能力 被称之为外战狂魔 那真的是十字名贵 做得很到位的 最后呢 还有第三大喜讯 也就是顺莎 她被上海交通大学 破格录取了 所以呢 顺莎不仅乒乓球打得好 在乒乓球这条事业的道路上 走得很稳 而且呢 在学习 在学业的这条道路上呢 也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支持 破格录取了顺莎 而其中呢 包括了马龙跟许星啊 都是上海交通大学出来的 所以说呢 顺莎啊 那真的十字名贵 不仅仅说 外战700多天 全部都取胜 而且还获得了中国体育的十大人物 现在还被破格录取了 王楠跟刘国良做出了对莎莎的点评 也很感人啊 王楠就有提到 顺莎现在的球技跟发展潜力很大 很有可能啊 按照这个趋势打下去 成为咱们国拼的大满贯选手了 而且还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位王楠 刘国良呢 更是很简单明了的评价了顺莎 这孩子实在太棒了 所以说呢 刘国良跟王楠的点评啊 那真的是很感人 很到位 也非常的真实啊 咱们呢 也祝贺摄影商呢 收获了三大写讯 希望他未来可以完成大满贯 大家是否有支持 和看好摄影商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长按下点赞关注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